大家好 今天我做了一道豆腐松饼 用烤箱把豆腐这种传统的食材做出了西餐的感觉 松饼的口感融合了豆腐的咸香味 口味非常特别 做法也很简单 马上分享给你们 豆腐最好选用嫩豆腐 加入一个鸡蛋 50克牛奶 还有30克的低筋面粉 还有2克的打泡粉 用料理机把它们都打碎 然后在烤盘的底部刷上橄榄油 再把豆腐液倒进去 送进烤箱 190度烤20分钟就可以了 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一直倡导饮食结构要多样均衡 所以如果你们和我一样 中午只做这一道菜的话 那么要再多加一点蔬菜水果或者肉类 所以我还打了一杯西柚汁 西柚啊富含维生素C 不过单吃的话是有点苦的 可以像我这样做成饮品 等豆腐松饼烤好了 放上一些蔬菜军菇搭配着吃 来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美味呢 吃起来比普通的蛋羹 豆腐羹口感的层次更加丰富一些 真的很不错哦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 麻烦给我点个赞哦 我会分享更多的健康养生早餐 欢迎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